今天很开心 找到了正宗的蝶皮食符 因为你们也知道 所有的食物当中 蝶皮食符是最好的 价格也是最高的 因为它的一个价格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很多人生产欲见的时候 都会把它给采回来卖了 在这里我跟你们讲 这个蝶皮食符是不可以去采的 因为它是保护植物 在所有的一个食符当中 这蝶皮食符才是真正的食符中的食符 明白吧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蝶皮食符 因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它的一个市场价格是卖到一两千块钱一斤的 因为这个蝶皮食符市场价格比较高 所以说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种植这个植物 有的人防野生啊 各种各样的都有 不知道在你们家乡 有没有见过这种食符呢